今天就不要一直吵一吵 然後我講十月吵一吵 然後就這樣 那邊很快身手吧 因為我剛剛都過了都快就走了 然後很多人都會熱鬧 挺多 那當做我不好 那我就把他講十八點 你也知道嗎 我滿想的 對 我把他講好多講 李恩錦一輕便哭訴關係退回去 樸智宇只想睡覺必談 我也不想要一直哭給人家看 看得好像就是 一天到晚這樣子 我不會不想 李恩錦十月底高調熱愛AV導演 樸智宇沒想到 風波一波接著一波 他先是跟前任學幣槓上 又因為在臉書揭露前男友 也就是前四海邦海鋼堂堂主寶哥 當年借對方一百萬人民幣 多次催討不成 導致他數度輕生被救回 結果反被對方提告妨礙名譽 葛姿法 當然 要對我一個女子 這樣做的話 我也只會面對 難道就是躲起來嗎 我也是 我拿回來這個是 其實12號普志宇得知消息時 還發官透露一被李恩錦交代後續 如果他發生意外的話 狗狗就交給我照顧之類的 哎呀我覺得沒那麼誇張了 就是官司問題 處理完就沒了 最後還順便提及 我的心血整形藝術品啊 殊不知隔天感情就生變 李恩錦表示 14號再度發文 可不可以不要每件事情都要我說你才去做 我知道你一直住家裡 在外面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在你家你只需要固好你的房間 但在外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自己來 如果我今天是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那家是我全包辦 我說我不想再念你罵你 別人看我像公子如果沒有共識 如果都不能上點心 那我們就退回去 你一直問我為何節目還沒敲 這兩天我在家那麼難受 你去搶到你的球鞋了 我抱著逼波在家哭 你不懂那我解釋給你聽 組織家庭大家要互相的 這幾天五味雜陳 男人在我的生命中到底去不需要 只是那這段發文 後來疑似被李妍錦刪除了 直到15號 在警局做完筆錄 小兩口移就沒喝好 我帶著百分之百的勇氣奔向你 可惜你選擇了逃避 我妥協 我流淚 我還是會勇敢的走下去 今天做筆錄 我盡量的穩住眼淚 說好的陪同呢 我還是一個人帶著律師 感謝一路上的傷痕 會痛 會失望 也開始不知道如何期望了 想有人陪 但陪在我身邊的是筆波 你好好安補人家啦 他根本沒有惡意思 你真的好多生氣 你知道嗎 有啦有啦 他有啦 他愛你 他愛你 你好好的 跟班牆講心環 你看他前面有跳到節目 我愛你 他要寫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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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新聞網對此求證 李妍錦 感情是否已經加一滴 成為過去式 他表示 基於尊重 你自己問他 我仍很不舒服 至於普志玉則說 我現在只想睡覺 相關細節並未多談 就是啊 我說真的 大家想從基本上來當時非常適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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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